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看看中美關係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今早 拜登終於跟習近平通了電話 由於這一趟電話正值農曆新年的徐席之際 所以拜登就趁著這一趟通話 向全國人民拜年 祝願中國人民春節快樂 繁榮發展 原來打去拜年是不是 習近平再次祝賀拜登正式就任總統 並且祝賀中美兩國人民新春愉快 牛年吉祥 當然這些就是門面的客套說話 裡面還大有文章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次的拜習會除了拜年之外還說了什麼內容呢 根據白宮所說 拜登向習近平說明了 美國對於中國一些行為的根本性關注 包括了 北京脅迫性和不公平的經濟行為 在香港的鎮壓 在新疆的踐踏人權 以及在區內包括針對台灣的越來越強勢的行動 白宮的聲明還說 兩位領導人就著抗擊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衛生安全 氣候變化 以及防止武器擴散 等等的共同挑戰 交換了看法 而拜登還希望 可以確保得到 他們兩人有機會 建立一個開放的溝通渠道 並且確保 在中美關係的各個方面 都有開放的溝通渠道 以便中美兩國 能夠應對這些挑戰 並且還要確保 要有一些具有共同利益展開合作的領域 無論是核擴散 氣候變化 還是其他的議題 我們說到底習近平說了什麼 先以分析 習近平說 台灣 涉港 涉疆等問題 是中國內政 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美方就應該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 謹慎行事 習近平還說 中美合則兩利 鬥則虛商 合作就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 中美合作就可以扮成很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 中美對抗 對於兩國和世界來說 肯定就是一場災難 兩國領導人都認為 今次的通話將會向全世界釋放出積極的信號 雙方同意就著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 保持密切聯繫 即是中美關係有機會 回復到奧巴馬時期的親密 我們又看看拜登在今次的拜習通話當中 其實他很多東西都是只有講字 尤其是講到關於 香港、新疆和台灣 議題 他除了表達關切以外 就沒有其他東西說 所以 其實整趟通話都是說一些門面的東西 除此之外 他又故意談及一些 其實民眾不是很關注的議題 比如說什麼氣候變化 顯然他就是故意要在這一趟通話當中 說一些東西出來 使得中美兩國有一個立足點來合作 而氣候變化就是其中一個 雙方都可以認為推動合作的議題 拜登自己也說 就是中美之間要建立一個開放的溝通渠道 而且要找一些議題出來 是大家都有所謂共同利益可以展開合作的 氣候變化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其實 兩國的民眾有多少人是很專注於這些什麼氣候變化的東西 我相信沒有什麼 但是拜登要強調合作 所以他就算找不到他也要強行找一個議題出來 衝撐場面 就是要達至所謂的求同存異 好了 至於 在上屆政府 中美雙方罵得最熱控控最不愉快的議題 就是貿易議題 在這次的通話當中 完全沒有提及過 到底中美的貿易關係將要怎麼走下去呢 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就簽署了一份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 一年過去 這份貿易協 其實 達標率只有58% 根據一些智庫所統計 在遠遠不達標的情況下 其實首階段貿易協議裏面有一個回彈機制 就是說 一旦如果大陸執行不到這個相關細節的時候 就可以將那個所謂懲罰性的關稅回彈 顯然在這次的通話當中 拜登完全沒有提及過這件事 可以肯定 拜登是無意執行這個回彈機制 這個機制其實也等同於廢了一樣 至於 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 還會不會談下去呢 亦都看怕相當渺茫了 因為 拜登就是想和中國建立 開放的溝通渠道 即是說 不對就說得對 還要搞這個次階段貿易協議 因為一談到這些貿協就會罵得很僵 因為這些貿協其實就是叫中國買貨 拜登顯然他就不會 用這種強硬的手段來 針對中國 其實他這個做法也是有跡可尋的 因為他所欽點的國務卿布林肯就說過 說他雖然同意 特朗普對華強硬的態度 但是特朗普對華所採取的強硬措施 布林肯就認為是全盤失敗的 所以現在拜登擺明就不會跟 在這一次的通話當中提都沒有提過 另外在這一次的通話當中 拜登 又稱呼習近平是president 即是國家主席 這個稱為已經是回復到 奧巴馬的時期 因為 在特朗普總統執政的後期 那些美國的高官 就會稱呼習近平做總書記 以對於這個president作出區分 因為 蓬佩奧就說 president 應該是民選所產生的 所以他就沒有用到president 但是現在 拜登又用回這個詞彙 而且拜登在他的措辭當中 也都是放棄了蓬佩奧擔任國務卿 的時候 所主張的區分黨國的措辭 即是說他純粹是說中國就是China 他就不會特別指出CCP這件事 這個就是 現屆政府和上屆政府 對華所採取的措辭上的一大轉變 當然 語言文字可以反映到 思維模式 他這件事的轉變其實不是純粹改字眼 那麼簡單 就已經是展露出 民主黨人和拜登的對華態度 強硬也有限 另外 白宮方面又在亂吹捧拜登 他們就宣稱 拜登上任以來 已經跟歐洲以及亞洲的盟國 進行了一系列的接觸 現在他們就相信 拜登是處於優勢的地位 能夠向習近平主席 說明 美國對中國一些做法的核心關切 你說明了這些關切 那怎麼辦呢 大家其實就是各說各的華 各吹各的調 拜登在這一套通話當中 是提及到香港 提及到新疆 除了提及之外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這種提及其實是很空泛的 是沒有基礎的 是沒有任何行動作為配合的 純粹就是口頭上在那裡說一下 其實奧巴馬年代都說了不少 關於台灣 香港的議題 說完又怎樣呢 純粹是拿這個議題出來消費 作為紡紙在那裡養 而且白宮的官員就說 拜登和歐亞的盟友初商之後就處於優勢地位 我就完全是看不到這件事 第一 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公開地宣稱 說不會聯同美國抗衡中國 他就已經說得很清楚 這句意義就是照字面解 縱然來說 馬克龍現在所做的事就是正言若反 他口頭上就說不抗衡 實際在做的事就是抗衡 問題就是 他不聯尾這件事就是事實 他什麼時候跟拜登作出了一些 很深入的 所謂 開放的溝通 是沒有的 所以擺明他就是 不看你的電影 第二件事就是 緬甸現在的軍事政變擺明就是落你拜登的臉 你說要去制裁人家的軍頭 你就制裁了 是不是 朝鮮都被你制裁那麼多年 他不一樣是健載 那個問題就是 以前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候 他由於那些外交手段 是不可預測的 大家都不知道他會下一次出什麼牌 他就是不按章法來打牌的 於是乎 大家就會記了他三分 做什麼都 真的這件事 就是等於鄉村的門口 鐵門神一樣 左邊就屈辭經德 右邊就秦庆 你一貼在門口的時候 那些油人野鬼自然就不敢走入你家 如果只有一道門就貼中葵 所以 特朗普和蓬佩奧正正就是那個門神 他坐陣的時候 那些牛鬼蛇神哪敢動呢 你不見 緬甸在過去四年搞政變 他為什麼在你拜登坐穩了之後 都未滿一個月就搞這科技出來 那個時間點有沒有考核得那麼緊要 人家擺明就是看你惡不出樣子 看你做不到什麼來要脅他轉頭 現在事實上你就是軟弱 被人看到 所以他擺明就是吃著你的 連楊潔篪都吃著這個布林肯 大家有眼見的 那些燈粉KOL 當然是阿勒上身 不過最無恥都是有些KOL 他們捧完拜登之後 現在又去踩拜登軟弱 有沒有那麼離譜 你自己捧的這個人是 捧完之後不用向公眾道歉 現在又踩他軟弱 豈不是欺騙公眾 騙神騙鬼 好了國空那些白宮官員 他們就說 拜登就會本住開放的精神 和習近平通話 而且基於拜登對習近平有好心的了解 他就會採取無實的態度 並且保持冷靜和頭腦清醒 真是煞有介事說這些東西出來 無非就是要來 所謂襯托出好像特朗普總統做的事 就是不夠冷靜和不夠清醒 但是 你現在這麼冷靜和清醒 談了什麼出來 大家就知道 其實就是只有講字 跟著下去 那個所謂開放的溝通渠道 才是主菜 到時有很多合作項目可以談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